活動、打發時間 劇集拳王令泰拳大熱 不知道大家對泰拳的興趣 有否因此而增加了呢? 拳王熱波 戲中每個都打得咬眼切齒 六舊腹肌配合凌厲的眼神 真是男男女女都被吸引 有拳館負責人說 最近來學泰拳的人比上個月多了三成 其中有一半是女性 看來這股泰拳旋風已經殺到了 男前練拳的原因有很多 但女士十個有九個目標明確 就是要保持肌減肥 Theresa和阿君都是上班一族 Theresa負責採舊工作 而阿君是珠寶的銷售 看她們外表嬌滴滴 不過一來到拳館,完全不同了 三、二、一、二… Theresa是中、日和西班牙混血兒 玩了泰拳只有四個月 平日一星期練習一次 這麼幫忙練習都是因為貪靈 我想保持健康和形状更漂亮 身體健康 要減肥,其實很多運動都做得到 Theresa之所以選泰拳 還因為可以發洩 因為平時上班很大壓力 所以聯體拳就可以減肥 而阿君練了三年 他說每逢不開心都會上來打沙包 發洩一輪之後,整個人都會輕鬆 現在阿君的技術 已經可以練習搏擊對打 真的拳拳也有力 練習得這麼激烈 阿君說也試過受傷 其實也有 不過都是皮殼傷、扭傷、乳傷之內 所以其實不是,很害怕 至於阿君的對手孔王娟 今年只有16歲 已經是拳館的助教 學了拳擊一年,泰拳一年 現在是香港46公斤 青少年女子拳手排名第一 孔王娟練了鋼琴六年,考到五級 為了專心練習 她索性連琴也賣賣 不過她一點也不覺得可惜 因為玩了之後才發現 我覺得泰拳更加適合我 所以我在泰拳上找到自己 覺得在擂台上跟人打、對打 贏冠軍比去彈鋼琴更開心 贏一場比賽 不過堅持練拳 就令她和媽媽的關係變得很差 媽媽一直反對她練拳 兩母女還經常吵架 因為她沒有接觸過拳館 自己心目中想著拳館是一個很複雜的地方 很怕她學壞,拳館不知道認識甚麼人 經過家人勸了一年 媽媽終於願意搭足拳館 現在媽媽為了Kid Fit一起練習 兩個的感情還不知多融合 看到女兒越練越好 媽媽的心情也有點激動 現在不會,現在覺得她很厲害 很開心,看到她打拳 所以就算練習的過程有多辛苦 恐皇娟也不怕 她還以衝出香港 挑戰世界為目標 泰拳是泰國傳統搏擊術 又稱為八臂拳 可以用雙拳、雙爪、雙膝和雙腳 一共八點進行攻防 基本可以分為拳 阿彩球、雙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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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爪、雙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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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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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腳 泰拳比賽一般有五個回合 每個回合兩分鐘 每個回合之間可以休息一分鐘 比賽採用倒扣分制, 由10分開始 評判會根據雙方的技術 主動性和攻擊幾方面扣分 如果途中將對方擊倒在地上 不少人以為數十秒就算輸 原來不是這麼簡單的 數到八秒, 運動員 應該要站起來, 擺高雙手 視而讓評判知道我可以繼續打 數到九、十就會終止比賽 告訴他們, 他是擊倒性 不少人會覺得泰拳很暴力 其實為了安全, 練習時也有很多裝備 例如連踢腳會帶上護徑和護腰 帶拳套之前會紮上手帶 保護手指關節和手腕 有需要還會加上牙膠和護膜 泰拳旋風不單直捲OL界 有健體中心趁熱潮特別開設 免費泰拳親子班給家長和小朋友試玩 最小的只有兩歲 而跟班沒有搏擊對打 練習的沙包就變成催氣拳擊處 你剛才又打過拳 又踢過腳, 最喜歡哪樣? 打拳 全部 全部都喜歡嗎? 好玩嗎? 好玩 會不會再回來玩呢? 會… 而這群五至十三歲的小朋友 大部分學了泰拳一年 練習時, 人們的情緒不知多高漲 3、1、2、3、4… 再來1 1、2、3、4… 你們一起練拳是否辛苦? 辛苦… 每個星期練一次, 日子有功 現在無論連環出拳還是踢腳 他們都表現得有板有眼 泰拳這麼多東西玩 他們最喜歡的是甚麼呢? 打沙包 因為可以減肥 沙包 為甚麼? 因為可以讓自己的身體健康一點 不過玩也是其次 駱先生一家 簡直覺得是一種親子活動 因為本來我們…我自己也玩開泰拳 有時下班之後跟他們一起玩 整個親子關係也好 以前讀書比較深散, 沒那麼集中 現在注意力就高了 而且他的自我形象也提升了 聽教練說, 在練習過程中 不僅可以改善小朋友的紀律和鬥志 還可以提升他們身體的協調能力 小朋友練習, 裝備簡單很多 基本上有拳套已經足夠 想花巧一點, 可以配拳褲 打起來也會聰明一點 這群小朋友長大了也有這樣的心願 7、8、9、10, 好 拳王, 我想做拳王 為什麼? 因為可以多拿一些金腰帶給爸爸 看小朋友玩得這麼好 我夏天也要去保持健康玩 對, 他們很有趣